來 敬上一下明太子海鮮麵 熱騰騰海鮮麵上桌 美食當前在高檔的裝潢餐廳裡 格外有氣氛 下午時間還是有不少人用餐 其實這家店面可是很隱秘 從大馬路看過去 被貨櫃屋店面遮住 完全看不到店家位置 但一個月租金不到7萬 是隔壁一樣平數餐廳的一半 當時要租下來可讓老闆很掙扎 要找到店面足夠平數 其實滿不容易 我們很掙扎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門面 完全被遮住 那當然我們評估了一段時間 雖然店面正前方有大物件擋住 租金便宜 省下來的錢 餐廳還會不定期換裝潢 吸引不同客群目光 還能吸收隔壁餐廳排隊顧客 透過口碑行銷 回流率達7成 一個月獲利至少有15%以上 另外一家位在台北東區把廊店 大樹就擋在門口 店還得走上三樓 不過裡面滿滿都是人 20多坪大小 租金一個月4到5萬 比鄰近行情少了至少一半 就是因為有大樹擋住 位置不醒目 租金才變得比較便宜 就是租金省下來的部分 花在很多的網路行銷 或其他的區塊 為了吸客 髮廊店直接減烫懶的客戶 拉高營收 另外還有各種公仔收藏 當作裝飾品 提高顧客回流率 省下來的租金 砸錢做網路行銷 一個月營收比鄰近髮廊店多了4到5成 位置再差 店面隱秘 被遮蔽的店為了求生存 擴展多元行銷 還是可以席客賺飽飽 記者 陳真茂 邱子凌 台北採訪報導